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看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四课 就是Lesson 4, Seeing Hands 可以看到东西的手 这是一课书讲特异功能 这比较有趣,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块事 首先,咱们打开书到二十四页 跟老师先读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段语 好,动作快些,二十四页 Now, read after me Solid Solid Safe Safe Uyanovsk Uyanovsk Commission Commission Opaque Opaque Lotto Lotto Slipper Slipper Blindfold Blindfold 好,这个书生词不多 那么像往常一样,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端语部分 就是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Solid 这是个多意义的形容词,跟老师大声在对面 Solid Solid 但读快了之后呢,最后这个D又会轻轻的失去爆破,听不到了 舌尖顶住上癌糖,气流憋住,跟老师大声在里面 Solid Solid 最后,说明顶住憋住气,老师说过,单词末尾的T,还有D读快了之后都会失去爆破 不能读成Solid 舌头不做动作能听到,在里面 Solid Solid 读快了之后,失去爆破 意思特别多,它可以表示结实的,实心的,甚至表示三维的,立体的 这个都行,我们看看它的一些气体用法 首先第一个意思表示Firm, Hard,或者Strong,表示结实的 表示结实的,非常结实的,坚固的,非常坚硬的,等等等等,都可以 那本文中正是用在这样一个用法,比如本文中出现了,结实的门和墙壁 Solid Doors And Walls 表示门和墙壁非常结实,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The Villa Has Solid Foundations Foundations 这个词复数,表示房屋的地基 即便是移动房子,也必须是S 这个在三侧的第56颗,河流我们的邻居,咱们讲过 Villa,一般是豪华别墅,这个在第16颗未来怎么会讲 这栋别墅有着非常坚固的地基,地基坚固,不容易倒塌 这是坚固的,可以有这个意思 生活中呢,我们常常用到它的反义词,就是不结实的,摇摇晃晃容易倒塌的 用这一个词,反义词不结实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limsy Flimsy 表示不结实的,不坚实的 比如说,flimsy table 一个非常不结实的桌子 一东西放中了之后,呼拉超就塌了 可以这么说 也经常可以叫派生意 Flimsy excuse Excuse可以表示借口 做某事的借口 一个非常脆弱的,经不住推敲的一个借口 是不是像桌子一样,对吧 证据不扎实,经不住推敲 稍于质疑,呼拉超 这个借口就塌了 所以表示脆弱的,不坚硬的,不结实的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意思可以表示结实的 对吧,结实的,坚固的 那么solid,第二个意思咱们看了 可以表示实心的,中间不是空的 它表示,with no holes inside 就里边没有动的,就是实心的,实着的,死的坑的,我们一般这么说 比如说solid ball,一个实心的球,中间是实的,我们推那个牵球,就属于实心的球 然后呢,我们经常看到的反义词,反义词空心的 就用这么一个词,我们大声读一下 hollow,hollow 它的单词不一样,它的这个,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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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义词也不同 这个含义不同,反义词也不同 这是第二个含义,可以表示实心的,反义词用空心的,hollow 但是我们solid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叫三维立体的 就是three dimensional,这个dimension也可以读成dimension 未来在石榴和当代城市,咱们可以看到 表示空间的维度,长宽高 three dimensional,就是三维的立体的,我们顺便把它,也大声读一遍 three dimensional three dimensional,就是三维的,立体的,可以用它 那么同样的,我们看,我们学的那个几何学,叫geometry 但有一种几何,叫solid geometry,什么意思呢,就是立体几何 立体几何学,我们把几何学出现,同时大声读一遍 geometry,geometry,这是立体几何,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看到这solid三个意思,常见的,可以表示结实的,可以表示实心的 甚至可以表示三维立体的,这个都行 但是solid这个词呢,好多重要的同根字,特别,这个,这个重要 首先我们看一个,那么写作中用的特别多的这个solid solidarity,表示团结,团结一致 这个也跟这个结实特别像嘛,我们大家团结到一块 实心的,结实的,这个含义就出来了,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solidarity solidarity,叫做团结 这个词呢,可以当抽象词来用,一般来说,多脏不可署名词来用 咱们看看一些具体用法,比如说,我们说,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胜利,这样的技术怎么用的多 我们可以直接说,solidarity means strength 或者是solidarity means victory 团结就意味着力量,团结就意味着我们就是胜利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这个solidarity,表示团结 我们经常还说,比如说,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咱们看,又用这个大肺,注意,不可署名词,团结 维护,咱们可以用三册讲过的动词safeguard safeguard national unity and ethnic solidarity 维护国家的统一,unity,还有民族的团结 民族的叫ethnic,solidarity 这个也是我们在写作中,尤其国内考研英语中用的特别多 希望把一些精彩搭配,大家背下来 光背单词不行,既搭配,继续 我们把这个民族团结大声读一下,注意民族,th要吐舌头 大声里面ethnic,ethnic 读一下这段语,ethnic solidarity ethnic solidarity,民族的团结,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我们solid可以看成同根字了 就是表示这个这个巩固,巩固叫consolidate 这个也好记,因为这个solid可以表示这个结实的 cun表示道理一块,道理一块把它变得更结实一些 at是动词自根吧,表示巩固,巩固 我们大声地读一下consolidate consolidate,表示巩固 那这个也用的特别多,比如我们常说的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 加强可以用刚才强壮那个词strength,后面再加这个ean 变成strengthen,变成动词叫加强 双边关系我们有个常见的外交词令嘛 就是bilateral relations就好了 我们说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或者你用relations也行,只不过relationship 一般当不可数名词好一些,relation呢可数,它可以用复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巩固 consolidate 再读一下这个加强 strengthen strengthen 再读一下这个双边关系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再来一遍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solid 本身是个重点词汇 它相关的同等字也是我们生活中高频使用的 希望大家同时记住 这个重点词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后面这个委员会这个词 这个我们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commission 好,这个表示委员会 但用这个词表示委员会呢一般多是表示 为了处理或者调查某事而专门成立的一个委员会 而一般不是指代表某个组织形式权力的一般性的委员会 为了专门处理某件事 或为了专门调查某事而成立的这么个委员会 叫做commission 我们看一些例子 以下美国当年成立了一个911commission 就911事件调查委员会 专门为了调查这个事而成立的委员会 本文中呢是专门调查这个女孩特异功能而成立的委员会 这个用的也是对的 还有我们中国一个组织 叫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大家猜也能猜到这是国家发改委 对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专门处理改革开放 这个 这个 之间的一些事务 这是专门处理某事或关门调查某事 而成立的委员会 叫做commission 但是我们一般说全国人民大法代会 这个常务委员会 这种代表某个组织形式权力的一般性的委员会呢 咱们一般多用committee这个词维 咱们去注意一下辩析 尽管中文都是委员会 那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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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快点之后呢 中间这个t 又会轻轻啄哈 这个声音 再快点 committee committee 好极了 这也是委员会 我们就看咱们著名的 中国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叫做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就是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后面用的是Congress 是指美国的国会这个词 借用了这个词 standing 这个词做修士语 可以把这常务的 常务委员 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一般用它 所以顺便可以记住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那还有一个意思 特别宽泛的一个词 指什么委员会呀 理事会呀 政务会呀 都行的 咱们也是非常高频的词 顺便记住 就什么大声先读遍 council council 这个词可以表示 委员会 理事会 政务会等等都可以 它的含义更多一些 我们看一些常见的例子 比如说 The State Council 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务院 处理国家事务的这样一个政务会 叫国务院 我们大声读下 The State Council 就我们党中央的国务院 还有你看这是表示 理事会也行 你看The United Nations Secure the Council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我们用这个 就是我们常说的安理会来 Secure the Council 安全理事会 所以这个council这个词 含义更多 委员会 理事会 政务会都可以 好 这个单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 不透明的 这个词 它重要有派生意 还有相关的几个词做便系 跟老师大声先录一遍 Opaque Opaque 表示不透明的 就是光线无法透过去的 用眼睛看不穿的 叫不透明的 这个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它的本意呢 非常简单 比如说 an opaque glass door 一个不透明的玻璃门 就在浴室的门 往往是不透明的 对吧 我们说是磨砂的这种 不透明的 看不穿 可以用它 那么经常这个词呢 可以做一些重要的派生意 表示very hard to understand 很难理解的 因为看不穿的 就是无法去理解的嘛 目力看不穿 脑力琢磨不透 叫难以理解的 hard 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对吧 比如说 God's reasons if he has any are opaque to us 这个if he has any 这个if 我们在第一课 就是finding fossil man里面讲过 这个if呢 不见得翻译成如果 在这儿呢 应该是让步 相当于even if 就是上帝 即使他老人家 有理由的话 对我们来说 也是无法理解的 上帝可能思考的过于高深了 人类的智慧无法企及 看不透 当然这里边这个h capitalize h 大写这个h呢 它是有用意的 表示对上帝 他老人家的尊重 所以h大写 就在剧中的时候 我们指上帝这个g 也是大写一样 上帝即使真的有理由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 也是难以理解的 就是不透明的 用这个词的派生意 另外这个词 两个相关的形容词 生活中特别高频 就是透明的 半透明的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透明的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再看这个半透明的 能看见一清 看得一点 看得不是特别清晰 translucent translucent 相关词一块记就好记了 transparent 透明的 translucent 半透明的 不透明的 叫opaque 太生意 难以理解的 把这个词几个含义 穿到一块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跟老师 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被蒙住眼睛的 注意 这个词既是形容词 又是副词 我们大声老师读一遍 blindfold blindfold 叫做被蒙住眼睛的 当然是形容词 就是白色的 副词就涂液地 就好了 那么我们先看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看这句话里面 我们看它当形容词 还是当副词来用 I can do that blindfold 这个事儿啊 我闭着眼睛都能做 表示这个事情 very easy it's very easy it's a piece of cake 小菜一碟嘛 我很轻松能做 闭着眼睛都能做 这里面这个blindfold 当作一个副词来用了 注意形容词是blindfold 副词不能用blindfoldlay 形容词副词拼写 和这个发音完全一样 这个记住 这个词呢 其实它的本意呢 蒙住眼睛这个含义用的倒不是特别多 为什么讲一讲呢 因为这个fold本身做字根特别重要 它可以表示倍数 像twofold两倍的 fourfold就是四倍的 为什么呢 因为fold这个词做动词 可以比较折叠的意思 一折叠 这东西就加倍了 对 所以用它表示倍数 这非常好理解了 我们看这个 像twofold两倍的 fourfold四倍的 tenfold十倍的 而且有趣的是呢 这些表示倍数的词 跟blindfold有一篇有类似之处 有什么类似之处呢 它们都是既是形容词 又是副词 当然形容词副词都可以 这表示多少倍 咱们以后在口语中写读中 都可以放心用了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十倍的增长 a tenfold increase the here tenfold is used as an adjective 这是当一个形容词来用 一个十倍的增长 增长 从动词都能increase 但名词都能increase the accent is on the first syllable 中间在第一个人间 这是当形容词来用 你再看下面一句 business has increased tenfold 现在生意已经增长了十倍 增长了十倍 这里tenfold是当副词来用 这个生意买卖用的是这个词 business 生意增加了十倍 注意这几个词当形容词 副词都可以 好 这个我们再看看在本课书中 一个课文中的例子 在二十二课 就是一百二十七页 第十六行末尾到课文结束 一百二十七页 十六行末尾到文章结束 他说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very seriously what will happen if this twofold use of knowledge with this every increasing power continues 他说 我们必须呀 非常严肃地问我们自己 问什么呢 说如果呀 这种对知识的双重的使用 两倍的使用 双重的使用 伴随着知识不断增长的力量 继续下的话 那么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这是二十二课知识和进步中的一颗数 在这里面 twofold 当作情识端语 叫双重的 或者两倍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数 比较重要的生词和短语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劳劳掌握生识短语 我们就修到这儿